大家好,今天的课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雅思听力部分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都知道大家在练习雅思的时候呢最宝典的书就是用剑桥出版的这一系列 但是听力这个部分如果你真的差了很多的话 那恐怕要额外的多听一些资料才能对这个听力整体的能力有一个大幅的提高 那么除了这个剑桥系列的书 我的建议就是对听力的每一个部分你实际上还是可以从网上搜到一些资料的 那么先说听力的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主要考察的就是你对于这个年月日时间 还有人名拼写或者地名拼写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语言能力 那么这部分的能力呢你其实是可以通过就是这个剑桥系列的书来进行练习的 但如果说你这个方面还是觉得差了非常多的话 那么你恐怕要从YouTube上可以去搜索一些就是学英语基础的一些 如何pronounce数字啊年月日啊还有这些spelling的这些练习 那么YouTube上你搜索关键词都可以搜得出来 第二部分呢听力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项目 或者是比方说一个新的city development或者是一个新的service进行一个介绍 那这一类型的这个额外的听力资料 我倒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听一听广告 为什么呢因为广告就是在买产品 广告就是对于一个产品进行一个系统的描述 那么这个呢而且广告的有素相对都会比较快 如果你能够把广告都能听懂的话 那么我想你第二部分应该也没有问题的 第三个第四部分呢注重是考察你学术听力的一个能力了 那么第三个部分 它的场景主要是 比如说两个学生在讨论一些assignment呀 project呀 或者这个学生跟教授之间讨论一些project 背景呢都是学术类的 那我倒建议如果你需要练习section 3的话 你可能要去搜一些大学生之间的debate 或者discussion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视频 那你网上搜索关键词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呢对你的section 3是有很大的帮助 section 4呢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些英国大学 也就是比较有名大学的这个大学公开课 因为第四个部分它就是考一个public language 那如果说你能够经常的多听一些英国系列的大学公开课的话 我想日积月累那么你section 4的能力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谢谢大家